你的梦想即将实现 财富大成长 追上美好生活 涨幅 从两位数 迈向三位数 从零到一倍 两倍 三倍 追梦行动588 我发发优惠专案 升级加优惠一次满足 复制台积电 红海 索罗门 双红 中光电 下一档追梦标股 等你一起美梦成真 加烂田写表单 扩拨打0225231988 追梦行动 一起发发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整理收看超约电梦 你们 昨天有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我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加一啊 昨天给我有看直播 看我们现场直播你就知道 我语重心长的讲 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借券卖出鱼 创历史新高 台股要那么委屈 那我这边也要讲一下 其实外资有时候操作上 就成了我刚刚一点节目中讲的 有时候杀人不过头点滴而已 你昨天跌了这样子 跌那么深的 你也知道说 棋子今天结算了 你就补一补就好了 结果你昨天还不补 还留一万八千多口在那边 昨天我现在给你看 我本来今天要拿研究日识给你看 你自己看一下 昨天外资又卖了394亿 然后期货空单有一万八千多口 我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你说今天不谈 讲直白一点 今天不谈是对不起国家民族的 为什么 昨天的借券卖出 一天多了27.5万张 几乎所有空方的力道 就一次全部 昨天要把台股给打挂掉 外资卖了394亿 借券卖出又多了27.5万张 创了历史新高1149万张 空单一万八千多口又不补 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昨天自营商也卖不少 那我小小的一个分析是 我个人的力量有限 可是我昨天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我从来没看过借券卖出 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台股会从此一却不振 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放空了你最后是不是要回补 我测试一下 我看有多少人在收看我们节目 你昨天有看到我这样讲 请你加个一啊 因为今天涨上来说实话 看涨说涨看叠说叠 一般分析是这样 敢在昨天跟你讲说这里 超叠的 你自己去看一看 昨天我听到我在讲红海吧 我昨天我来录影的时候 马上跟导播讲 导播 可以买红海哦 我这妈的 跌了快五百点了 说可以买红海 你昨天有没有收看我节目讲红海 有吧 我今天是画给你看出现背离了 所以有时候做股票 我常常觉得 你们如果说看指数去做股票 就真的不好 我说实话 那如果说以切割力的角度 就成了我今天我在 我在这个 现在应该也收盘了嘛 以切割力的角度来讲 我切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你应该在别的节目你看不到的 我来给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做切割力的角度 什么叫做强势反弹 切割力的角度 来来来来来 我画一个图给各位看 昨天是跌了六百多点 我切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你只有在我们节目看得到 我把它切到昨天的最低点 这就是几短线的一个看法 昨天跌了六百零二点 能够反弹超过零点六一八 就是反弹到二零二一八的位置 你说强不强 很强 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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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这样讲 你们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候 你们总是会看坏整个市场 而不去想说 这个量价关系是什么去看 会看的人一看就看到 这是极短线 我今天在一点的节目中 已经讲很清楚 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强势反弹 为什么会这样强势反弹 就是因为 我觉得外资你为什么要把台股看得 明明就知道说 我们台湾有台积电在护国神山 也知道说 未来的AI世界里面 不管是辉达AMD都跟台湾有最密切的关系 那昨天台股却是亚洲股市最惨的一个国家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两天跌到800点 然后你就眼睁睁大就看到这个借券卖出 好像台湾没有大人一样 你看这种借券卖出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一天多了27万张是怎么样 我们台股市什么生病的是吧 你外资卖没有关系 你借券 你空单 好 所以我就讲 做股票还是要看超越电风的节目 好不好 我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是对 但是 我觉得 以我的经验法则来看 台股不应该这样子受到楼令 好不好 所以我才会站出来讲 那我YT现在要朝一万七千个迈进 我自己都有自己一个目标嘛 对不对 那一样你那个 你还 还没加入我YT的请加入 当然你现在收看我节目 你一定加入我YT的 如果两点半有收看东春财经节目的 你可以加入我YT 你LINE里面我也说过 你不用客气 你有任何股票上问题 你都可以问我 我们尽量用大格局来看 这是系统 我上礼拜一就跟你讲 这是红海 这是昨天的红海 老婆你知道为什么 我昨天我一来要录影的时候 我跟你讲背离 141块 我敢这样讲 我证明给各位看一下 你 其实有时候 赚钱就是一个想法而已 就是一个想法而已 也不错啦 今天涨的最多的时候涨的4%多 你问我昨天为什么在那么危险的时候敢讲红海 我不是只有讲红海 我在昨天最危险的时候我还讲什么 我还讲台积电 为什么讲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昨天刚好回这个月线 它昨天刚好回这个月线 差了22块钱 差了22块钱 你们觉得多不多 我不知道啦 反正有时候我常 就像我在一点节目的时候我常在讲的 你技术分析是拿来干嘛 技术分析不是拿来教学用的 是拿来实践它用的 我也知道昨天 昨天那种气氛其实 就是认谁都不好受 我讲一句实话 谁都不好受 那种 你要去承担那种氛围 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好受 我心脏也是漏作人 可是我们必须跟各位讲实话 我们就算说今天做错股票 我们出股票要出到有尊严的点 我常跟我的学员讲 我不见得每次都对 但是你明明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不要一窝蜂的去卖在不该卖的位置点 这就是超越天风要给各位的 那这档股票你留意一下 今天有一些震荡 因为今天震荡 但是它是所有记忆体里面今天表现最好的 它刚好今天平安刚好遇到下降压力线 我非常看好的平安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说明 因为它 我觉得它的线形跟鸿海很像 只是今天一定震荡没办法 因为它碰到了最重要的下降压力线 很多人到这个点会想卖 没有办法 这个有时候做股票 我们看好的对啊 就会震荡没办法 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它还是会震荡没办法 因为它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下降压力线 没办法 但是你说长线看不看好它 我非常看好它 因为量已经过了 那价格基本上一定也会过 那这就是我们当时跟各位报告的系统 你们说我涨停买不到 怎么可能呢 那又不是每天涨停 你们自己看吗 你们自己看吗 我还画了一个底型给你啊 对不对 底部形态有两种的要件 是市场上你绝对要知道 一个就是能突破neckline的叫颈线 第二个就是突破下降压力线 那因为系统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它打完底部形态以后 有回撤完以后再攻 所以这个底是很漂亮 那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平安是下降压力线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站上去我不知道 但是已经有那种feel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在教学里面 我不要讲教学 我说我们在实战里面 你要战胜自己能够赚到大钱 你就要去特别留意到长期有出现下降压力线 或者是有出现底型的个股 你要特别留意 你一让它突破以后 我跟你讲那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你自己看啊 上礼拜五的时候才64块2 对不对 已经突破了 已经突破到前面前高了 那这是礼拜一 在风雨飘渺中 礼拜一 礼拜一不是跌 礼拜一就开始跌了吗 昨天也跌了 他都不跌 那今天差一点拉到长厘本 导播你有看吗 我跟你讲 有时候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 你看到所罗门长以后 为什么我又抓得到系统 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把盘中及时连线的东西都拿给你看 我是这一天我就开始在讲 我说21周的时间转折 刚好落在最低点开始往上走 这绝对不是巧合 我当时就讲这个量会过 你们问我怎么看 我说量价关系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其实你看月K线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月K线我们得看 我们来看一点 月K线好不好 月K线的系统 你看月K线 月K线的系统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这样画过来你就清楚了 那它是不是一个大量 大量有突破 然后过了以后量缩来回射完 那 那又再创高 那所以你对这种底型的个股你就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不只是这种 比如说你以鸿海来看我为什么一直看好它 它也是底打得有过漂亮的 所以有压回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都没问题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讲的 你类似这种的就是一个 你要从月K线来看的话 你就不要让它正式站稳了 你站稳以后你买 你不好买股票 我是跟各位讲真的 我基础分析是打来时间用的 你看一下 那当然今天会有震荡 今天没有震荡才奇怪 你要想 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淬炼 以平安来讲的话 从民国93年就这样 一直时间淬炼 这几年我也不会算 122年 今年113年 从93年这样开始淬炼 93到120年 如果说以头尾加上去 也蛮符合技术分析的 叫21年的时间转折 我看前面是不是 对93年 今年113年 你们要晓得 这一个时间数月 有用到月有用到年的 很少人跟你讲年的 很少人跟你讲年的 如果从93年到今年113年 是第21年的时间转折 21年 你有学过废式时间数列的是 112358321 这是年 我跟各位报告是21年的时间转折 这很少人跟你讲 所以当今年度来讲 他很有机会 对不对 我给你看 他一开始是从93年开始 那今年是113年 你这样扣掉的话 就刚好是21年 怎么会那么巧的话 在第21年的时候 要去公 那么长的下降压力线 有意思 然后你看这个量能是大的 各位你做股票真的 基础分析不是拿来学的 是拿来用的 所以你看他系统这样子涨 我曹月讲说我借由系统 来跟各位讲平安 你知道涨多少了吗 系统 到今天的高点50% 上礼拜一到现在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 超越巅峰的节目 我说我的股票就真的是不多 但是我希望各位 你能够建构到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在 对的时候去抓到那种强势股 就像我今天我在节目中 我特别有提到的 我为什么记忆体的股票 我要特别留意到平安 因为今天它最强的 那你最近IP股 你为什么要留意到系统 因为它最近最强的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创造情绪 你看看 重电股今天划成啪一下 就拉涨停满 为什么它会拉到涨停满 我不是叫各位去买 因为它最强的 都到950 没有办法 有些股票 它第一个翻过来 能够用强势表态的 你都要特别留意 这个真的要有这种sense 你们才会赚到大钱 台积电用更不用讲了 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带过 反正你们节目该看到的 你也看到 391.5 在当时528到576 其实我在前天就跟你预告了 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说 3月8号高点7964破断的景线 你要不要买 你们也不大敢买了 因为昨天打下来刚好到月线 我在连线的时候说月线很棒 果然回这月线是买点 你们也不敢买了 我说真的 有时候不看盘比看盘还好 真的 你如果说做长期投资的 反正你不看盘吗 我觉得台积电有机会到1000块 那你就不会受到昨天的影响 就把它杀掉了 就比如说 很多人问我说鸿海会到哪里 我说人总有个梦想 对不对 郭董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回到200块 我觉得会不会到 我们就慢慢看 这也是一种想法 我为什么对鸿海了解 3月12号那天 我是同时讲鸿海要讲首罗门 他是117块5毛 然后一直涨一直涨 你看我都一直跟各位讲 你看他这波涨到161块5毛 然后我为什么我昨天 我特别跟各位报告说 你要注意 尤其礼拜一的时候打下来 我说60分K线 有背离的话要不要买 我还问各位 你看我的技术分析 我可以从礼拜一就看到 礼拜二就看到今天 我真的跟各位讲 你们不要来找我学技术分析 不要 因为我现在我也不开课了 我觉得真正的技术分析 就是拿来用的嘛 所以我为什么昨天 我会跟各位讲背离 我就画给你看 你们学那么多技术分析 不是股价创第二次 是黄金加差往上位置低档背离 那你低档背离为什么不满 我吓死了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像我今天在节目中 我刚刚在节目我也讲了 那也没有办法 我给你看一下60分K线 是不是刚好这样 这不是背离是什么 股价创第二次 我再给你看看 有些人用MACD 是不是 有些人会习惯用MACD 没有关系 我们顺应潮流 MACD有没有勾钱 有没有 好不好用 有些人会用MACD 那MACD是不是这里 我刚好这里勾钱 有没有 我还提早了 我就提早给你预告 我为什么敢提早给你预告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要你要先研判 那礼拜一的时候 他就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在抵了 161块跌下来洪海 你如果在高档里有MACD 要不要准备来接 我很多学员也问我要不要再接 我说你就等 等他会不会出现背离 所以我礼拜一在节目中有跟你讲 你要等背离 我一看到背离我好开心 昨天大跌的时候刚好出现背离 一勾起来 我来录节目前 其实导播如果说 那时候他下定决心还来得及 我一跟他讲说 我背离我赶快 反正我的技术分析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技术分析不是拿来怎么样 我们不是拿来学的 我们是拿来赚钱用的 我不见得百分之百对 但是我对的机率很大 这里我要声明一下 所以观众朋友们 追梦行动我发发这个专案 我是为各位量身定做的 我相信 你经过了昨天又经过了今天 你更可以认定超越巅峰真的是不错 我该动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含糊 我必须讲 我该动作的时候我一定会动作 我不会说因为昨天这样大跌 我就恐吓各位 我说你看嘛注意 美国要大跌了 这个降息什么什么好像没有降了 你要特别留意 这个战争要开始了 我的字典里面永远会告诉自己 假设有一天台湾股市真的涨不动了 会出现一种状况 会告诉我 老婆我请问你 会出现什么状况 你有没有办法回答 你如果真的涨不动了 也会出现一个麦当劳嘛 对不对 你真的走不动了会做头嘛 这样哥 老婆你懂了吧 任何股票全世界的现行图都一样 任何的金融商品都一样 一定会有打底的时候 一定会有做头的时候 我也不敢讲说 台湾股市会一路涨到 你涨到什么三万点四万点 但是有个现象会发生就是 他会出现一个头部形态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借券卖出那么高 那这种空投他都不愿意投降 你觉得多投会结束吗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来跟各位讲 你们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一倍两倍三倍 你自己决定 好不好 我就尽量努力 因为我觉得我讲太多也 股票都在这里 台积电 那边红海所罗门 双红中光店 你都有看到的 你这个你都看在眼里了 对不对 你看 反弹的时候 你看这个双红一弹 就弹了五十九块 我没有骗你啊 我的就是真的都很强 都是蛮强的啊 那今天这首楼门呢 今天也弹了五趴 我这张给你看了几天呢 这中光店也不算弱 今天又有带到一百零二块 都不会太弱啊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的股票 它还是有一定的基本面在嘛 所以它一遇到这种 挤压完以后的反弹 绝对是比较快的嘛 这中光店我就不用再讲了 到昨天都还有创高 我就讲说 你们 你看一个 你就一段时间看嘛 你看一个系统就涨了五十趴的 这中光店 到昨天的高点也涨了四十二趴 四十四趴 我觉得还不错啦 真的不错啦 我觉得 我也是蛮用心的 那这当时跟各位讲品安的时候 四十五块八 我说这是一个WD 五十周 会跟这个 这个 会跟鸿海很像 那这是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底部 这是日K线看的 那我之所以说看好品安的最主要的原因 你们觉得中美贸易大战会不会延续下去 我认为会 那平安是金士顿转投资的第一队模组厂 金士顿不支持他支持谁 还有平安我最看好的一个 一个 也不能讲独门独市的 因为他有获得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净电放电的防治认证 对于很多 时间来不及了 反正你就特别留意就对了 特别留意这张股票 你就不要让他带量去站上月K线的下降压力线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站上月K线的下降压力线 前高一定过了 你把我这集录起来 好啦 OK Jaymond 588我88的优惠专案 来找我 好不好 来找我 你可以借由这个LINE 或者借由电话来找我 我一定会很努力的帮各位泰洛留强 帮各位找最棒的股票 也预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